HELLO YOUTUBE HELLO YOUTUBE 我已经很想哭了 因为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 麦克我没有放到声音 第二次的时候是因为我的记忆满了 所以我删掉再重拍 这款呢就是Mum Pig Mum Pig的话呢 她在我妈妈学呢 蛮多人认识她 可是呢 她们都有讲会有点侧漏的问题 所以这个的话呢 我有发现到她的这边 会比较短 比较薄 不很厚 所以呢 会比较容易侧漏 然后呢 这款呢 是连牌子都没有的 然后我刚刚已经在video上讲很多次了 因为这样子包装其实是不对的 你没有嗅起来的话呢 有空气进去啊 Malitia是蛮潮湿的 所以她会影响到整个尿片的那个吸收力啊 或者是有虫进去里面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她的是这样子 OK 可是她这个的话呢 跟这一个的比起来的话 这个会比较大 可能因为她 我买到的这个是XXL 这个是XL的 可是看起来呢 XXL跟XL 这个感觉好像都比较大一点点 她的cutting会比较小咯 然后这个的话呢 里面呢 它是有花纹 而且是很明显的花纹 然后这款的话呢 就没有这么明显 可是有一点那种透气洞洞这样子 不懂我视频上看得到吗 然后这个呢 Baby Bear呢 是马来西亚的牌子 蛮多人都认识她 在我妈妈群投票的时候 这个蛮多人认识她 然后她的是这样子的 还蛮可爱 有那个贝贝的卡通在 可是她 就是尿了过后呢 没有那个显示 然后她里面是这样子的 我很少看到是整个好像滑面这样子的 OK 然后她的这个的话呢 应该不会有太大侧漏的问题 因为她这个蛮厚 然后呢 我刚刚其实已经拍了很多次了的 我已经拿这些菊花茶也是过期的 每一个呢 我都打150ml 没有做假 不要担心 OK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刚刚也是倒了 我剪开来倒 然后我转的也没有侧 没有漏啦 所以她的科技应该也是一样的 这个的话呢 她也是这样子 可是看起来就比较 也是没有漏 然后呢 这个的话也是一样 也是没有漏 可是呢 这两款呢 就会有显示 她尿满了的那个indication OK 我就要拿Tissue来压一下 看她会不会有水分出来 按这个块钱 是干净干爽的 没有问题 然后我再拿这一张 一样嘛 反正如果没有湿湿 我就放这个baby bear的 OK 也是干爽 没有湿湿的 所以是蛮透气的 然后这款的话呢 也是一样 OK 没有湿湿 然后我就剪开来一半 给你们看 给你们看 OK 这个的话呢 你看她的是比较一致的 这款是mompig的 它的这个呢 你看看起来你就知道 它是花的这边到这边 整排都是一致的 这个的话也是一样 可是呢 它好像有一点空洞 空闪空闪 它这个的话还蛮foam的 这个的话感觉就是有一点空空 可是呢它的也是这样子的 OK 这个就会有一点空啦 这个的话呢 就蛮厚的 厚实的 这个是baby bear的 刚刚我说的那个 然后这个的话呢 感觉上是还有多重 这款反而我觉得 还有点surprise到我 它这款的话就有两层 看到吗 它是有两层的 那个包装上的话 这个我会不会选它 包装上我应该会选这个 这个蛮可爱的 然后我再选这个 然后过后才选这个 包装上的话啦 里面的这个 它的内层的话呢 我会比较喜欢这一款 这一款的话 它的内层感觉比较 呃 foam 吸收力会感觉比较强 哪一个比较好的话 大同小异 因为我拿的大概都是一样 差不多接近的价钱 然后cutting的话 比较大的话 反而也是这款耶 这款的cutting会比较大 然后再来是这个 才到这个 所以 嗯 so far这三款都ok 如果你们想要去买来尝试的话 你们可以去try try看 嗯 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 请帮我分享出去订阅我再给个like 拜拜